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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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Plan D 白白和否认被趴的人是自己 并甩锅王洛达 事件发酵四天后 当时人权衡利弊后终于做出了选择 承认早已离婚 并且选择甩锅给孩子 先是16日凌晨 陈宇凡微博发视频道歉 宣布两人早已于15年离婚 我和白白和 已经于2015年协议离婚 为了能共同抚养和保护孩子 长大成人 直到事件发生之后 对家庭家人和孩子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同时也对白白和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故此生命 告知事情 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更多的空间 然后理解和包容 网友纷纷评论 这应该是综合考虑后的利益最大话了 这样的公关声明一出 玉凡不算戴绿帽子 面子保住了 白白和不算出轨 钱袋子保住了 经典公关案例多赢局面啊 昨天下午两点 白白和出轨门后首发声 大意和前夫一模一样 只不过把视频版转化成了文字版而已 向家人道歉 向另一半道歉 希望自己的家事自己处理 为了给元宝的童年一个完整的家庭 没有对外公公离婚一事 城市套路深呢 这会儿想到是隐私了 如果婚姻早就名存实亡 如此还借彼此消费大众 真是隐私还会拿了给大众消费吗 这锅元宝不借好吗 按当事人说法15年就协议离婚了 回国两人离异这两年 15年12月24日 白白和腿部骨折 还带上主持拐杖 带元宝出席羽权公体演唱会 如是夫妻情深的一幕 两天迅速占领各大新闻头条位置 16年1月 微博秀恩爱称 我老公升级了我的拐杖 16年6月 白白和参加某节目 喊话陈宇凡 我是体验下老公的工作 并夸赞对方 你是我心中的唱歌大神 随后两人微博互动频繁 陈宇凡转白白和微博 并夸白白和歌唱的好 白白和转发 来吧 演起来 15年到16年 两人未曾热读微博互动频繁 这种你能我能相敬如鞭的态度说离婚你信吗 甚至1月份的时候 陈宇凡还公开怒斥造谣离婚者 网友泪奔 怎么做到的 离婚以后还可以风平浪静的互动 宜爱神回复 大概没有离婚的 紧急公关嘛 周围也随即不到 他们分居两年多 没有办理离婚手续 用离婚公关可还行 姐走过最远的路 莫过于艺人们的套路了 可能陈宇凡早就想到了这一事件的结果 所以微博道歉时也宣布暂退娱乐圈 接下来我将无限时退出娱乐圈 为了可以陪伴我的家人 为了可以陪伴孩子成长 更专注 白白和的出轨最终逼退了陈宇凡退圈 如此令人意外的结局 也赢得了卓伟书对陈宇凡的刮目相看 有时候男人比女人心软 认为陈宇凡率先微博道歉 不仅仅是公关方式 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采取的方式 你看看你们又上当了 一说离婚就忘记那只水中兮兮的小狼狗了 是不是 就算离婚了 有没有人出来给元宝解释一下 元宝妈约会有S前科 且专属陪已婚女出游的小狼狗 真是坐实新恋情了 还是纯属消遣 和陈宇凡夜店找小姐无差呀 接下来是娱乐圈已经如此艰难 我却偏要拆穿的放点猛料 卓尾一张嘴明星吓灯腿 去年卓大的直播就爆了不少能量 其中有一条是 赵丽莹有没有坐过台 卓尾莫勒良可说的 有句话叫英雄不问出处 成功之前干过什么不重要 能不能把握住机会才是最重要的 之后相关网站虽然也批谣此条传闻 然而一波未评一波又齐 即爆料白白河事件成功搅动娱乐圈后 卓尾书昨天在微博上开始收费答题 有好事网友提问 赵丽莹的背景以及有没有坐过坐台小姐 卓尾书委婉达到 英雄不怕出身低 刘备还卖过草鞋呢 那你 网友看完秒诈 这算是人身攻击吗 如此不负责任的模糊回应 反而容易让网友浮想连篇 我说卓尾书 请以后只拿证据说话好吗 你这样只算嚼舌根 坐过来吧 时光飞逝 岁月如梭 转眼街一年一度的北京国际电影节 昨天又拉开帷幕 提到电影节 红毯这块没有硝烟的战场就不得不说 星光一役 如何成为最亮的一颗 各路明星大腕也是各显神通 俗话说女人偏衣服 男人靠气质 当晚林志玲一身粉色系半套长裙 性感中透露着缠维 而走惯了仙法的神仙姐姐刘已飞 此次却转向公主方 一袭粉红色蓬蓬纱裙 可爱度大增 但要说优姐我最喜欢的 那还是当属立影妹子的三弟碎花纱裙了 这简直就是个花仙子啊 创意我给一百分 女星这边胜负难点 但转眼难兴 雌雄却一目了然 当晚最大的赢家当属是我们的达康书记吴刚 现场达康书记在做客 优苦娱乐独家专访时 由于旁边的于昊明和斗霄 抢话太多 以至于各位挂友满屏的弹幕抗议 看来在达康书记面前 胭脂神马的都是浮云 等等 难道说看脸的时代终于要过去了吗 GDP才是王道好吗 吴刚老师千万别低头 真的GDP会掉的 一转眼距离霍卷华林心如 公布恋情马上就满一年了 但是双方粉丝也掐了将近一年 从恋情公布到婚礼 再到小宝宝降生 每次两家的粉丝都撕得死去活来 前几天心如在脸书发了自拍照 并配文 拜pose的点赞 只是因为墨镜里反射出了我或摆pose的帅气身影 结果如你所愿 霍建华粉丝说林心如炒作蹭热度 还指责林心如买水军 而某辩论节目发了条官宣微博后 评论里居然突然冒出大批称赞林心如的留言 这更让网友做事买水军传闻 听到这些说法 心如的粉丝也无秒抵达战场 反击我家心如最近又是拍电影 又是美美的亮相各大活动 凭什么说心如买水军 你们霍家粉丝才水好吗 让幼姐说都说劝和不劝分为了这么点小事 双方粉丝再掐实在不值得呀 你们要一致对外才行啊 卓尾书爆料 霍建华林心如的婚礼从头朝落尾 这种比有用心的谣言 各位请团灭她的微博好吗 不愧是我的女人 上周末你去看苏巴了吗 虽说有网友表示 速度与激情 叫苏巴如意让人误解为快捷酒店 建议改为鸡巴 这种电影和抗日神剧在本质上是没有任何区别 苏酒不玩航母算我数 搜搜搜 碰碰碰 咚咚咚 We are family 电影结束 但不得不说 大批网友还是立体 毕竟为范迪和郭达斯坦桑干杯 罗曼撑起全篇笑点 斯科特伊斯特伍德立志成为美国景天 甚至昨天有新闻称 速度于激情吧只用了48小时 就突破了10亿票房 创造出内地影史新罪 打破每人鱼死天破10亿的记录 甚至票房有望赶超新爷的33亿 真是厉害了我的光头们 怪不得有人说 开快车会脱发 且无超速驾驶 不过要解说 光头阻力小洞门更大 大话西游发行商 估计梦里都会笑醒吧 毕竟对于一票难求的苏巴 曾经还有段真挚的电影 摆在你的面前 你不是珍惜吗 每个人都相似 只有丑的才别致 昨天是舒淇和徐静雷生日 舒淇发微博 为自己和好姐妹请生 过去不能抹去 你是我的证据 最后老徐表示 过去的哭哭笑笑 成就了今天的美好 同喜之于 尤其感恩 话有想说 最好的缘分 两位女神请早点合作一把 随后林心如 李冰冰 成坤也纷纷为老友送上祝福 美的人生日都凑一块了 雪莉昂 八一祝你生日快乐 而作为爵士好闺蜜 心如除了每年祝福道感 今年也是跟好姐妹初遥 大展自己产后恢复速度 微博里写上 家女姐姐生日快乐 早日 虽说话没说满 但网友表示 我猜舒淇一定是怀了 除了微博晒账 Facebook上也发布了 两人脚丫子的照片 心如的话很简单 舒淇 你早日给小海豚添个小玩伴吧 这样大家也不用 每天盯着我跟华哥不放 真的好辛苦啊 岁月十把刀 正如杀猪 看节操 当娱乐圈中 不少明星的小脸蛋 还在承受时光的无情时 我们的李小璐 却在你生长路上大摇大摆 昨天李小璐通过微博 晒出了一组血针 并坦言 这是很开心的一次拍摄 是啊 被拍成你生长 能不开心吗 照片中 李小璐身着蕾丝透视短裙 搭配白色上衣 大大的青春中 透露着小小的性感 就连幽杰这个侄女 也感到了一丝荷尔蒙的躁斗 而在其他几张写真里 同样是衣着可爱 超强的磨皮效果 李小璐宛如二次元里 走出来的元气少女 在这幽杰向友情提示 小璐虽好 可不要贪杯 小心甜心她把鼻削你哦 明星也是普通人 就算她表面看上去 是硬汗 是猛男 浑身都是肌肉 她可能也有自己的软肋和弱点 你看就像我 我虽然看上去比较瘦小 但是我什么都不怕 你看就有的人 就会拍一些小洞 比如说蟑螂 蚯蚓 还有这个蚂蚱 对不对 还有的人会恐高恐险 等等等等 那么今天的 哇哇哦 my god 就来带大家一起挖一挖 明星这些奇葩的软肋 看见蟑螂 我好呀好怕怕 我胆子比较小 怕的不要不要的 明星也是普通人 明星也有各种各样的软肋 比如辜负赵又廷 十分怕强光 在拍三生三世 十里桃花时 面对强光时 必须要时刻躲避开 否则会视线模糊难看清 春爷们的路寒 跟葛大一样怕飞机 出门做节目 那是能坐高铁 绝不坐飞机 再比如神漫王 俊凯怕小虫 春春能被蛇下裤 汪家二吃不得烂 与之详情 且听幽姐 扒给你听 part 1 俊凯怕虫尖叫显示声 今日在某综艺节目里 王俊凯一个冷不防地透露出 自己最怕的是小虫 虫啊 我最怕虫 你怕虫 我最怕虫 我是那种小虫子 如果我们逮个虫在你 我会疯 我真的会疯 于是怪叔叔扬迪 get到王俊凯的软肋后 就故意拿虫子斗凯蒂 开启了连环吓人模式 来来来 还指叔叔给你看个大宝贝 这个呢 小凯抱紧自己 火速远离爱吓人的杨叔叔 可是惊吓总在吓一秒 爱搞事情的杨叔叔 拿着小虫永远在等他 不管杨迪吓凯都能被吓得 惊慌失措 想要躺 又姐看着真是 又心疼又好笑 这被虫子支配的恐惧 睦睦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 眼见着凯爷之前 又帅又哭又很man的人设 全面崩塌 本能的尖叫 让小凯筋疲力尽 险些失声啊 看着又气又委屈的样子 幽姐同情小凯三秒钟 不过下次也要长点心 软肋轻五轻一漏 幽姐说的要牢记 摸摸打 啪吐 春春被蛇下哭惹人脸 蛇这种动物 简直就是很多人的噩梦 估计提起这个字 都会被吓尿 就连一项冷酷到底的 李宇春都不例外呢 其实在出道之初 李宇春就说 自己不怕 劈开只怕蛇 就为爱恶作剧的粉丝 故意用假蛇吓过他 夜伤幽姐怪心疼的 后来在某档综艺节目里 春春再次被蛇挑战 一开始妮妮抓了 李宇春一下 春春大叫你干嘛 问她是不是抓过蛇 后来妮妮摸了蛇 洗过手之后 再摸了春春的脸 还在打盹的春春突然惊醒 就被吓到手指颤抖 开不了口 腿小僵硬 眼泛泪光 要是换做妖节 恐怕这辈子都无法停止 无法原谅 我说那些爱吓人的铜鞋 你摸着自己的良心 真的不会痛吗 part 3 王家尔怕辣被整骨 一里王家尔不怕普通话 不怕脑洞吧 竟然特别怕辣 之前在棒子裹上节目时 就被辣椒吓勾气 哎我天 其他人吃下好多淡定自若 可是加尔同学疯狂冒汗 瞬间干完一瓶水 真正是一点辣都不能沾的 而凯树是明知加尔不吃辣 却偏偏骗加尔吃辣锅 在这涮一下油味 这是不辣的对吧 这个是不辣的锅 这里面是辣的锅 吃外面的就好 这是麻辣 不是麻辣 这是白汤 这里面是辣的 excuse me 这是白汤对不对 这是辣的是不是 妹妹你看我 这是白汤对不对 这是白汤对不对 凯树你很调皮哦 要知道何老师的 欠着王家尔 一个福男人在长沙 吃完全不辣的菜 老欧欧他的珍爱粉 却发起过一次 辣椒海故意吓一斗 这是什么情况 原来那会儿粉丝们 正在网上 拼死老命为他投票 而嘎嘎却在美国 聊美好快活 国内粉丝们 见海外福利贱目好 于是心声出意 三分到王家尔 微博评论里送辣椒 形成了壮观的辣椒海 王家尔立马认从求约亮 发了九张 自己低头报夕蹲地的微博 并回应 不敢了 不要蓝教我粉丝 认错态度好的棒 也换来吃爱粉的知识海 这下知道女人的嫉妒心 有多可怕了吧 是吗 你们还想问 幽杰的软肋是个啥 幽杰是不会给机会 让你们来吓我的 白冷白 没事别刷屏 有话好好说 据台湾媒体报道 制作人柴志平宣布 流星花园时隔16年 终于要重拍了 而且这次会下重金 听说制作费 已经高达了1.6个亿 我也好像追过 这个流星花园 曾经这个山菜和道明斯的爱情 成为了一代人的目标 那么不知道这次重拍的流星花园 又会有谁来演绎这两个角色呢 在我看来 我比较喜欢刘亦菲 我觉得她这种清纯的样子 很适合山菜 那么你们心中 有谁适合山菜这个角色 还有F字呢 赶快发到我们评论下方的留言区 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 点歌点歌 网友凯凯说 聪哥超超 你们好 想点一首林俊杰的Baby Baby 送给我们刚刚又又又 18岁生日的才女AB 是Andra Baby吗 带些这么快的北京照面 就称兄道弟的时代 一直不懂 我也不太懂 我们这波不同追求的 留守毕业生和道插门的梦想家们 竟会莫名其妙地聚到一起 现在终于明白 因为我们都爱AB呀 图案还是要认真祝福的 就像歌词ABAB 将来你一定是某个男孩 唯一的依靠 其实你说了一大堆 我有点梦圈 但是我们还是要祝你这个 18岁的才女AB生日快乐 你提到你们都是一些梦想家和毕业生 也祝你们梦想成真 网友优酷用户187说 聪哥掏扫超你们好 一个曾经说喜欢我的朋友 昨天他说他恋爱了 心里莫名怪怪的 马超同学 我想点一首我可能不会爱你 送给自己 愿自己好好学习好好工作 确实有的时候爱情就像一杯热茶 你刚刚看的时候有点烫 你不忍心去喝 但是过了一会儿它就凉了 你提到你要好好工作 好好学习 确实我们应该把注意力 更多的放到自己身上 努力做到人走 茶不良 网友寂静应期说 聪哥我和前男友在一个城市生活 分开七年 却从来没有遇见过他 而他最近却来找我了 说那天看见我了 当时他想牵起我的手带我走 对他已经没有更多的想法了 只是想再见他一面 他是否安好 始终还是不能忘记 他为我唱歌许松的歌 想点一首许松的有何不可 确实我曾经看到一个公众号说 那些曾经晚上唱歌给你睡觉的人 你弄丢了没有 听起来有点伤感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好像没有弄丢 这个人一直在我身边 那就是我的妈妈 好了好了 以上三首歌 那大家想听哪一首呢 就赶紧来踊跃投票吧 今天送上的歌曲是 《一生所爱》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我是马超 明天早上八点钟 全娱乐早八点 我们不见不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说明文字幕志愿者 进入 原来看有史 Reason Ohiong 张歌 带 能不能 worms 这世界很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